这年头谁家没有几枚比较先进的远程巡航导弹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军事强国 没办法军事这方面就是要争 所以各家都纷纷亮相手里家伙事 巡航导弹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 弹道导弹少说一枚千万美元 多了甚至能上亿美元 哪像巡航导弹这么便宜 就像美国早期巡航导弹一枚140万美元 而最新改进型只有60万美元 所以美国库存了数千枚巡航导弹 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战斧 巡航导弹是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体型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 巡航导弹有没有必要隐身化 火力军小课堂即将开课 先进的制导方式灵活的发射平台 再加上高突防能力 巡航导弹获得了军方大佬们的疼爱 当然这里面主要还是省钱 其次就是打得准 巡航导弹能以量取胜 玩一波饱和打击 你有100个火力弹道 我就给你上120发巡航导弹 照样让你死无全尸 所以现在一些局部战争中 巡航导弹一直都是排头兵 数百枚一轮骑射 一个中等国家就直接game over了 当初美国在中东的时候 都是先用战斧导弹对着敌方雷达指挥中心 以及发电站来一波定点打击 这样可以保证地面部队进入之前 就将对面大部分战斗力给瘫痪掉 无论是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 还是伊拉克战争 美军的巡航导弹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命中率甚至超过90% 不过正儿八经的巡航导弹 可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玩 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 战争讲究一个兵贵神速 你得拥有一个先进的任务规划系统吧 美国最新型战斧巡航导弹 只需要5分钟就能完成任务规划 整个任务过程也仅需要3个小时 十分适合打击敏感目标 再者你得有一整套先进制导方式吧 巡航导弹讲究的就是一个精准 在惯性制导 地形匹配 数字景象匹配 全球定位系统 以及精确地形匹配系统的帮助下 命中误差只有几米 精准度高得吓人 甚至末端的精准度能直接从窗户打进去 简直是斩首行动利器 但前提是需要一个严密的侦察体系 你总得给巡航导弹治好路吧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量 一般的小国还真没有实力去搞 这还没完 你还得拥有一台非常省油的涡扇发动机 能够让你的巡航导弹 以0.8马赫的速度飞行一两个小时 造价也要低 巡航导弹产业配套庞大 所以降低巡航导弹造价比较难 产量低了还真不容易降价 而这些东西都需要整个国家来支持 所以巡航导弹这种东西一直是大国玩具 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虽然都叫导弹 但一看外表就知道 这俩不是一个爹妈生的 弹道导弹亲爹是运载火箭 导弹内部大部分空间都是用来装载燃料与氧化剂 所以各国弹道导弹各个都是榜大腰圆的 看看那些运输弹道导弹的载具 就知道这家伙有多庞大了 巡航导弹的体型就显得比较娇小了 更像一架无人机 飞行速度也较慢 一般都是亚音速飞行 飞行高度也比较低 有时候为了躲避雷达 还会选择从多山的地界穿过 而且发射平台也多种多样 可以陆地 可以舰船 也可以空中雨水下 部署能力可比弹道导弹灵活多了 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弹道了 巡航导弹是在中低空保持一定高度飞行 末端时情况改为低空飞行 尺寸一般在6到8米左右 而弹道导弹是抛物线弹道 比如洲际导弹的弹道顶点 已经超出大气层进入外层空间了 也正因为飞行轨道是抛物线 抛物线的顶点决定了射程 所以导弹的燃料比较要足够多 弹道导弹一般都有10米以上的长度 绝大多数体积都是为了携带推进机 那么巡航导弹是快点好还是慢点好 该怎么提速呢 巡航导弹目前普遍速度大多都是亚因素 只有个别超音速巡航导弹 达到2到3马赫 当然还有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俄罗斯 速度达到8马赫 疯了吧 这么快的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一般都是在大气层下飞行的 飞行高度都不高 基本在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 绝大多数的巡航导弹所采用的发动机 一般与普通喷气式飞机是一样的 采用的也是喷气发动机 也需要进气口 另外巡航导弹的速度不高的原因 也是因为需要较高的精度 速度高精度就很难获得 比如巡航导弹需要按照地形匹配来攻击目标 如果飞行速度过高 10级马赫甚至更高的速度飞行 巡航导弹上面的基载设备 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进行目标信息的获取和瞄准 说白了 巡航导弹就是一架由制导系统控制的全自动无人机 在发射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飞机一样平飞 美国战俘巡航导弹在军舰发射后 使用的是火箭助推器 帮助战俘获得一定的高度与出速度 之后便会抛弃火箭助推器 同时展开折叠的机翼 改用小型涡扇发动机 像普通飞机一样飞行 涡轮风扇不仅省油而且推力巨大 不少气动外形优秀的战斗机使用涡轮风扇发动机 可以飞出3马赫的高速 速度慢有慢的好处 快有快的优势 速度慢的话 巡航导弹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精度会变得很高 但是速度足够快的话 突防能力会被无限放大 敌方的防空系统就会很头疼 目前主流的巡航导弹都和战斧一样 采用两级结构 一级助推 一级飞行 从第一阶段的爬升加速阶段 到第二阶段的巡航阶段 但凡是超音速与高超音速导弹 都会采用高弹道巡航模式 这也是与亚音速巡航导弹的区别之一 亚音速飞行速度慢 空气阻力低 凭借着涡扇发动机 完全可以实现长距离低油耗的巡航飞行 超音速与高超音速导弹 飞行速度高 在中低空空气密度大 粘稠 阻力极大 根本无法实现经济油耗条件 远程巡航 因此只能选择空气稀薄的高空巡航飞行 所以超音速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采用的一般都是三级结构 第一阶段火箭助推 帮助超音速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飞至高空 在高空飞行时 等到助推火箭丢掉以后 就是发动机发力的时候了 超音速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不再使用涡扇发动机 而是采用冲压发动机 现在各国主要研究的是 双模态冲压发动机和双燃烧式冲压发动机 一个是单燃烧式能够使用 亚燃冲压和超燃冲压两种模式工作的发动 一个是干脆配亚燃冲压和超燃冲压两个燃烧式的发动机 这俩都需要外部动力将其推到高超音速才能工作 这种发动机通过吸入空气作为氧化剂 并且与自身携带的燃料混合产生动力 在消耗相同质量推进机的情况下 超燃冲压发动机能够产生四倍于普通火箭发动机的推力 轻松为巡航导弹提供超音速或者高超音速的飞行速度 巡航阶段结束后 导弹开始脱离第二阶段助推器 依靠第三段的高超声速布局的弹头 例如承波体等楔形设计 进入第三阶段高速滑翔飞行阶段 在这一阶段 飞行弹道呈现不规则形状 敌方防空系统难以预测 同时弹体开始在末段迅速降低高度 将势能转换成动能 速度不断增加 从巡航阶段的3.5马赫左右 进一步加速到4马赫 甚至于5马赫 当然俄罗斯的高时高超音速是个另类 冲刺速度达到8马赫 平均速度4.6马赫 按照弹体大小来说 高时应该是采用的双模态冲压发动机 显然在一段飞行过程中 高时是在亚燃冲压状态增大射程 速度较低 而一段时间后 启动超燃加速攻击 这也会使敌方的拦截手段都要失效 临近空间的超高弹道 加上火箭 加固体冲压发动机 加滑翔弹道的三级结构 是目前提高巡航导弹飞行速度的主要手段了 那巡航导弹体型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呢 导弹这个玩意儿 威力与体型是成正比的 体型越大 威力越大 世界上最大的巡航导弹 是在冷战时期就出现了 在20世纪50年代 弹道导弹作为战略武器 还在强包中 由于需要自带氧化剂 弹道导弹如果想增加射程 就意味着需要携带更大的燃料罐 这对设计与工艺造成了极高的要求 为了弥补弹道导弹的生成不足 当时科研人员就想着 能不能设计一种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巡航导弹 美苏两国想法不谋而合 说干就干 这俩分别发展了好几种大型战略巡航导弹 射程远远超过同期弹道导弹 其中巅峰之作当属苏联的拉350风暴巡航导弹 全长19.9米发射权重高达96吨 利用一个铁路运输的大型发射台垂直发射 这个头跟现在的洲际导弹都差不多了 为了达到洲际级别的航程 即便不需要携带氧化剂 也需要大量的燃料 为了提高突防速度 拉350采用了冲压发动机 这也意味着需要强大的助推发动机 来帮助导弹达到巡航速度 拉350巡航导弹在1957年完成首次试射 在1960年项目下马前 总共进行了14次试射 成功了11次 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 不过随着弹道导弹的成熟 这类洲际巡航导弹也就逐渐退出历史了 一方面是其突防能力依然不如弹道导弹 另一方面 在当时制造这类的洲际巡航导弹 在成本上并没有什么优势 拉350上马 除了作为弹道导弹的替补之外 还和美国研制同类武器有关 冷战时期 美苏的军备竞赛一大特点就是 你有我也要有 拉350对应的美军型号就是 SM-62射杀和SM-64纳瓦霍洲际巡航导弹 拉350拥有两个助推火箭 突破音速进入巡航阶段后 主体火箭分离 主发动机点火续航飞行 最大巡航速度可达3.1到3.3马赫 试飞中曾达到3.5马赫 最大射击射程为8000到8500公里 不过下马前未进行最大射程实验 最大实验飞行距离为6500公里 个儿头变大也就意味着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 例如核弹头这样能增加不小的威力 但巡航导弹面对弹道导弹 有着先天上的不足 那就是速度 弹道导弹末端突防速度 可是比巡航导弹高出好几个档次 再加上巡航导弹本身 所拥有的部署灵活的优势 体型变大之后 这些优势就没了 岂不是得不偿失 最后一点 巡航导弹有没有必要隐身化 虽说巡航导弹飞得远打得准 但亚音速的飞行速度 是巡航导弹的最大缺陷 战俘巡航导弹在实战中已经证明了 面对一些防空能力较弱的国家 战俘如入无人之境 但面对那些拥有较强防空能力的国家 巡航导弹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于是近些年 美国研发了AGM-129这样的隐身巡航导弹 印度研发了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一个以隐身取胜 另一个以速度突防 作为核场打击重要的一环 巡航导弹将会以更加完善的形态 面对现代战争 冷战末期 随着美国对隐身技术的看重 再加上苏联防空力量 与先进战斗机性能的提升 美国便要求战略轰炸机部队 拥有在安全距离外 向对手发动核打击的能力 而这也使得AGM-129应运而生 相比于射程不到1500公里的 AGM-86与查系列到底 AGM-129巡航导弹的射程 可是足足提升到了3000公里的水平 并且战斗部最大 还可以携带15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这对当时的美国来说 可是一个重要威慑手段 AGM-129注重隐身与射程 采用了现代化的隐身设计 特殊的外形赋予了 AGM-129良好的启动能力 同时还降低了敌人对其的探测能力 美军在AGM-129的导引头上 创新的采用了激光多普勒测速仪 在搭配惯性导航和地形轮廓匹配制导系统时 这款导弹在飞行了3000公里后 仍能够保持10米左右的打击精度 这款导弹在1985年完成了首次试射 你猜怎么着 就在开始交付美军后不久 苏联就解体了 不得不说 美国多件装备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像什么F22隐身战机 未雨绸缪 给对手谋没了 再也没有一个能打的 AGM-129这玩意儿 造价还那么高 直到1993年停产前 也不过制造了460枚 单价高达600万美金 所以以至于苏联解体后 美国迅速停止发展这一战力过剩的产物 后来美军又开始研制AGM-158 最大的特点当然就是在房区外发射 与隐身能力结合的能力 在房区外发射的长射程能力 保证了AGM-158发射平台的绝对安全 而隐身突防能力 则是保证了AGM-158的低可探测性 中途不容易被拦截 AGM-158主要用于精确打击 严密射防的指挥与控制系统 通信系统 防空系统 弹道导弹发射架 以及舰船等高价值目标 同时经过多次现代化改进 衍生出来多个型号 小型化的AGM-158C型 可以由美国空军和海军的 隐身战斗机携带 比如F22猛青 除了战斗机在打开弹舱的时候 会有短暂的RCS放大窗口 其他可以做到全程隐身 这样就可以快进快出 让敌人发现不了 增大导弹突防难度 美军现在加上计划和现在装备 一共采购将近7000枚 至少拥有一千枚 随时可以投入作战 除了自己装备 还负责蔚来军贸 出售给其他北约国家 同时因为制造数量的庞大 分摊了大量的研究成本 造价会越来越低 所以隐身也是巡航导弹 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只是如何解决超音速 或者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隐身问题 会是这类武器的研究重点 那么为什么冷战以后 各国都纷纷发展 属于自己的巡航导弹呢 巡航导弹射程足够远 因为自身具备发动机 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隐秘推进 所以现在的巡航导弹 动辄2000多公里 甚至达到3000公里 巡航导弹的攻击精准 威力还大 装备有制导系统 巡航导弹引导路径和命中目标的能力相当强 射程2000公里以上的巡航导弹 命中误差不大于60米 甚至可以控制在10米至30米左右 即一座中小型建筑的尺度 这种远距离定点打击的能力 是远程炮弹难以媲美的 至于炸弹 虽然战机俯冲空头也能获得较高的命中率 但那样风险太大了 相比于弹道导弹来说 巡航导弹适应性特别广 从战斗部来说 巡航导弹可以携带常规战斗部摧毁坚固目标 也可以携带极数炸弹 对面状目标进行杀伤或摧毁 还可以携带核武器 对敌人发动核战争 从发射平台上来说 巡航导弹可以在水面陆地以及空中部署 在水面舰艇或者攻击核潜艇上 均可以采用锤发装置来发射巡航导弹 在空中可以由轰炸机进行发射 甚至战斗机也可以携带巡航导弹 地面可以由导弹发射车进行发射 这使得巡航导弹可以从多个平台发动进攻 令人防不胜防 弹道导弹发射后是依靠惯性制导攻击目标 所以必须先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样一来 非常容易被敌方探测系统发现 虽说弹道导弹末端飞行速度很快 但它的飞行轨道比较明显与固定 敌方防御系统只要算准弹道 便很可能沿着弹道轨迹进行拦截 长长的弹道俯冲距离 也使得弹道导弹更容易偏离目标 相反 巡航导弹发射后有很长的一段飞行阶段 到达目标上空才开始俯冲 因此其飞行高度可以低到几十米 海面飞行甚至只有几米高度 躲进雷达盲区 激难被远程雷达发现 又由于其巡航时还能随地形起伏 而不断改变飞行高度 进一步增加了隐蔽性 由于这些特色 使得巡航导弹成为远距离突防的利器 在可预见的未来 以巡航导弹为代表的精确制导武器 仍将是非对称作战的有效装备 是现代局部战争的踹门利器 同时 随着新型动力技术 超材料技术 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 巡航导弹正朝着低成本系列化 高超化 智能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成为一体化联合作战 跨域协同作战 多弹协同突防作战等新型作战样式的核心装备 你们觉得未来巡航导弹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目前哪个国家的巡航导弹最厉害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